做不做得好,取決於他面試這份工作 你心中還留有一個愛馬士 做後備,他就做不到 像我當初入行,其實我沒有留後路給自己 我就是覺得我同學上個月出糧 十三萬,我就入職了 我覺得他可以,我也可以 如果以前和現在,其實都很大改變 我當初入行是做住宅為主 而且市場很暢旺 基本上不用做分析 夠勤力就有單開 現在更多元化,要求專業度更高 要幫客人做很多分析 特別是我們做工廠店 工廠店跟住宅最大的不同 因為住宅有很多經紀參與 工廠店本身參與的經紀不算太多 工廠店就更加少 但是工廠店有一個很大的潛力 就是工廠全部的業主其實都是很有實力 他們都是在做實業的 所以他們不是普通的業主 以及不是很多經紀去開發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去開發 搞搞 market 的話 就是每一個客戶都未被市場接觸過 而且全部都是大客戶 所以潛力非常巨大 因為上一年是很困難的一年 相信對各行各業都是 最大的得著呢 我們在困難的一年裏 我們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都做出不錯的成績 其實我們都對一些多媒體 以及對客戶針對性的一些服務 我們都是有作出改變和提升 地產其實銷售行業 一般流失率都很高的 可能十個都流得低的兩三個 但流得低的就全部是精英 因為很多人以前是覺得 地產是一個賺快錢的行業 正正相反地產其實是一個盲的行業 要累積 要累積人物 累積經驗 所以流失率是正常 但流得低都是精英 好像我們團隊有很多都三五年之歷以上 流得低他們都賺不少錢 但就好像我面試跟別人說 其實做不做得好 取決於他喜不喜歡做理人人 如果你面試這份工作 你心中還留有一個外馬士 做後備 那他就做不到的了 好像我當初入行 其實我沒有留口露給自己 因為我就是覺得 我同學上個月出糧十三萬 那我就入職了 做地產九年都是氣跌的 當我自己有低潮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睡覺 當我有時候很累 很低潮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什麼都好像做不到 那我就會睡覺 那睡醒了 在最有體力的時候 我會再去想一些最困擾自己的事情 那會很有憧憬的時候 想這些事情就會解決到 那我每次都是這樣 很簡單就是有用 第一個就是中原的文化 它是很培育新人的 他們有一句說 令普通人變得不普通 所以我當初都是一個很普通的 沒有任何銷售經驗的大學畢業生 那入到來 做到現在 一個叫Top Manager 我以前很內向 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說你其實都不是內向的 但以前的確是普通到不得了很慢 另一個就是 中原這個平台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我相信是全澳門來計 這個平台是最學到東西的 因為在這邊做三四個月 已經是多過我之前做幾年part time 就是大學時期 學到的總和 包括我現在做第九年 我都還在學習 每天都在進步 那我們的公司 老闆很年輕 學生 潘先生都還很年輕 好在衝勁 那是一間有衝勁的公司 就比較符合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突擊的問題 好啊 就是中原間 代客的理念局那字 是什麼意思 不炒樓不食 不炒樓不食